让议员们介绍了正在考虑的政策工具 洛杉矶环资讯网记者Johnson报道 众所周知 美国境内最大的燃油管道系统Colonial Pipeline 之前被黑客入侵 多州的石油供应短缺 油价飙升 但事实上 目前国内面临的短缺的东西 可真的不仅仅是石油 劳工部周三的数据显示 4月份美国通胀增长加速 物价实现了12年来的最大涨幅 如果将目前所有的短缺 涨价的货物或者是服务和劳动岗位里一翻的话 美国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真的四面楚歌了 持续的电脑芯片的短缺 已经影响到所有需要到芯片的产品 其中最严重的就要属汽车生产和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 半导体短缺给电动汽车的制造商带来了疯狂的困难 而苹果公司也表示要推迟iMac和iPad生产 最夸张的就要属索尼的次世代游戏机PS5 上市半年以来基本就没多少人买到手 基本二手货都炒出了天价一般的价格 汽车因为芯片问题越来越不容易买到 因此买家们将目光投向到了二手车 不幸的是这又导致了二手车的价格上涨 瑞银估计四月份的二手车经历了单月的最大涨幅 涨价在8.2%到9.3%之间 如此外还有燃油 您即便是成功的买了车 居民还是要面对飙升的油价 今年夏天缺油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强劲的需求和低生产率再加上欧派克一直都在减缓的减产 那近几个月以来的燃油价格也在飞涨 其中三月份的油价比去年同期上涨22.5% 而天然气的价格也因为德州的极端寒潮而飙升 雪上加霜的是 美国境内最大的燃油管道Colonial Pipeline 5月7号还遭遇到了黑客的攻击 被勒索了大笔金钱 5月份的油价将会自续放飞自我 在食物方面有鸡肉 特别是鸡翅的供应正在减少 而价格却在上涨 这部分还是因为德克萨斯州的极端寒潮 导致的鸡肉供应减少 而在今年夏天 培根和热狗可能也会公布应求 疫情导致肉猪供应短缺 因为全美有167家肉类加工厂爆发疫情 其中有多达四分之一都被迫关闭 计划下即举行已出外餐的人们可能就要失望了 除此之外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像咖啡奶酪海鲜橄榄油在内的进口商品 都要面临数月的运输延迟 在美国进口商品总量三分之一的洛杉矶港外 数十艘大型的集装箱正在等待停靠位置 他们不得不等待数周才能够停靠卸货 预计很多食品饮品 包括可口可乐都会因为涨价而应对供应的短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